公元1492年 60岁的焦皇英诺森巴士 在临死前买了三个小男孩 他喝下这几个男孩的血 试图以此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但故事的最后 焦皇没能如愿 三个小男孩也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而在焦皇吸血的1700年前 秦始皇就已经在炼丹求药了 是药三分毒 丹药可能有八分 但即便如此 这也阻止不了嬴政追求长生不老的决心 只可惜最后他也没能挡住自然的规律 历代中外统治者们 好像都有同一个梦想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 他们追求永生的努力 最终都化作了泡影 而如今时代变了 科技的进步财富在积累 资本和技术的握头上 新时代的秦始皇和英诺森巴士们 再度向死神发起了反击 大家好欢迎来到亮子卫 今天咱们来聊聊 当代富豪们的长生不老之术 亿万富豪们追求长生的方案里 最出名的一项还是教皇方案的延续 输年轻人的血 硅谷创造教父彼得泰尔 就是这个方案的著名实践者 传说这位当代吸血鬼 每季度要花4万美元 给自己输上一些年轻人的血 只为了能活到120岁 这个方案还被美剧硅谷搬进了电视 给贫穷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职业 blood boy 新年轻人的血真的有用吗 此前康奈尔大学 加州大学救济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 都曾经做过一种叫联体共生的实验 他们把年轻的小鼠和老年鼠缝合在一起 让他们的血液共同循环 这些实验发现 老年鼠的许多指标 都呈现出了逆转时间的迹象 他们的肌肉和肝脏 变成了接近年轻鼠的状态 组织特异性干细胞也恢复了活力 看上去 简直就像烦老环童了一般 虽然实验结果很惊人 但这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这是因为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叫生长分化因子11 简称GDF11 它可以修复衰老和受损的骨骼肌 促进脑部血管和神经心生 逆转年龄相关的认知功能减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这一切与一种叫TIM2的物质有关 TIM2的全称是 组织金属蛋白质抑制G2 它在人期待血中大量存在 它会随着年龄增长迅速减少 它可以提高海马体神经元的可塑性和活性 而海马体正是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区域 虽然这些理论目前还不能说服所有人 关于血液和衰老之间的关系 也依旧存在争议 但面对这些神奇的效果 富豪们已经等不及了 虽然彼得泰尔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书籍的传闻 但提供这种换血服务的美国医疗公司 Ambrosia四年前就曾经承认 自己已经有了上百名客户 火热的市场反应 引起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警惕 2019年2月 FDA发出警告 并没有临床证据表明 注射年轻人的血浆可以对抗衰老 不仅如此 这样做还会带来风险 比如感染 过敏 严重的还会产生心血管问题 说完心血派 咱们再来聊聊炼丹派 没错 秦始皇在当代也有了传人 其中之一就是哈勃大学遗传学教授 大卫·辛克莱尔 这位老哥是另一位抗衰界的大佬 今年51岁了 但依然长着一张很年轻的脸 他的一大贡献是发现了传说中的抗衰神药 NMN NMN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要科普一个背景 细胞每分裂一世 处在染色体末端的一只DNA 也就是端粒就会磨损一点 当一个细胞的端粒完全磨损掉 这个细胞就进入衰老状态 而如果我们能延缓端粒磨损的过程 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能多争取一些寿命 那问题来了 这个过程要怎么延缓呢 这就涉及到DNA的修复过程 DNA修复过程是细胞自发产生的 用来修复DNA复制时出现的突变或损伤 而端粒磨损也在它修复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DNA修复过程需要消耗燃料 这个燃料是一种叫 烟线暗线漂磷2核酸的腐酶 或者叫氧化型腐酶液 如果细胞中有足够的氧化型腐酶液 来支持DNA修复的过程 理论上人就能多活几年 可惜细胞内的氧化型腐酶液试探死水 年纪越大剩得越少 一旦氧化型腐酶液耗尽 DNA的修复过程也就停止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可不可以对症下药 补充氧化型腐酶液呢 但是问题在于 氧化型腐酶液很难通过口服的方式 被人体吸收 而我们的辛克莱尔老师 他第一个找到了 能够补充氧化型腐酶液的方法 他发现了一种叫β 烟线暗单核酸的物质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NMN NMN是人体合成氧化型腐酶液 最重要的前提 它可以提高人体内的 氧化型腐酶液的水平 几年间 学界围绕NMN 连续发表了不少论文 比如辛克莱尔团队 对18个月大的老鼠 威服NMN持续两个月 发现这批老鼠的毛细血管的数量 和密度恢复到了6个月小鼠的水平 运动耐力也得到了提升 华盛顿大学则开展了一项长期研究 将口服12个月NMN的小鼠 和正常衰老的小鼠对比 发现口服组能有效消除 各种与衰老相关的生力衰退 比如体重增加 代谢降低 体力不足 势力减退 免疫力低 股密度下降等等 且没有独副作用 而作为保健品的NMN补计 在上市之后 也大受公众欢迎 李嘉诚还曾经亲自下场 为这类产品代言 他自称服用了这种产品后 仿佛重新回到了20岁 他还拿出2500万美元 重金投资产品背后的 美国生物企业 有李超人背书 也难怪NMN当时在国内会爆火了 那这个风靡富人圈的抗衰神药 是什么价格呢 我随便搜了一下 一瓶60粒的NMN补计 大概是1600元 算起来一天其实也就两杯奶茶钱 这个价格能买到长生不老药 所以要冲嘛 先等一下 让我把话说完 NMN虽然不贵 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 既不干净 也不卫生 这个NMN补计 并没有经过大量的人体零串实验 在美国拿到的 也不过是膳食补计的认证 在中国更是没有获得任何药品 保健食品许可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个三无产品 花钱就是买一个当小白鼠的机会 前面说了几个 开场去好像不太靠谱的方法 那在追求长生这个领域里 目前作为学界和资本权看好的方法 是一条古人想不到的道路 基因编辑 前面提到的辛克莱尔老师 在这条路上也做出了不少成绩 辛克莱尔团队通过激活 通常用于产生诱导 多能弹细胞的转路因子 修复了消除眼部 神经院中不可逆转的损伤 从而恢复了消除的势力 在这之前 我们只能推迟青黄眼的进程 但没有办法逆转势力损伤 辛克莱尔的研究 让人们似乎真的看到了 逆转衰老的可能性 以至于Nature在报道这项研究的时候 在当期方面的标题 用上了逆转时间这样的字眼 基万富豪贝佐斯和尤里米尔纳 也在这条路线上下了重注 前不久 他们合伙投资了一家 名叫Altos Labs的生物初创公司 这家公司要做的 也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来实现逆转衰老 它的团队阵容也非常豪华 比如山中深迷博士 他率先研究了细胞重编程 是2012年诺贝尔生命学 或医学奖得主 还有一兹皮苏亚博士 他开创了细胞转换研究的先河 2016年 他的一项胚胎干细胞技术实验 让小鼠表现出了年龄逆转的迹象 尽管Altos才刚刚起步 但他已经获得了至少2.7亿美元的融资 大家不如猜测 这些投资都来自哪些人 在很多追求长生的人看来 衰老是一种疾病 到目前为止 针对这种发病率最高的不知之症 在理论层面 人类已经找到了三百多种可能的病因 而在实践层面 每一种治疗方案 却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仔细想想 在这些研究里 抗刷脑的试验对象 都是酵母 小白鼠 这类和人类隔了很远的远方表情 退一万步说 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让小白鼠实现了佣生 就能把相同的方法套用在人类身上 然后又能让它起效吗 针对人类的抗刷脑试验 归根到底是无法设计的 因为它没办法验证 举个例子 致肿瘤 我们可以看生存率 那对于这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我们要看什么指标呢 就算某一种药 做了二三十年的临床试验 就能得出它延长了人类寿命的结论吗 现实就是如此 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方法完全没用 但也没法证明它们有用 到现在为止 死亡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 死神对待所有人一视同仁 无关金钱 也无关权利 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勇于尝试的富豪们做了第一批小白鼠 OK 本期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有些收获 欢迎转评赞 关注我们一波 配上小伙伴 麻烦按住点赞按钮不要动 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